好 您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十分钟早报新闻带您快速来浏览台湾今天各日报的新闻焦点 今天在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关注的是蔡英文总统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两岸的这个问题 中国时报的标题是蔡英文背书说赖清德是支持维持现状 这个事情主要是行政院长赖清德他自称台独工作者 这个言论引发了争议 蔡英文总统他昨天力挺赖清德 强调这是赖清德的个人意见 而赖清德也支持两岸维持现状 两岸政策还是以执政团队的态度跟基调为主 至于美路两墙之争 蔡英文总统说我们也是棋手 那么川普是我们的棋子 所以我们就是顺势操作 在台独言论方面 那么蔡英文觉得说这赖清德的个人意见 那么院长有自己的看法也予以尊重 所以今天联合报也把这个消息做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当中 那么蔡英文强调说两岸的基调就是维持现状跟稳定 蔡英文同时也谈到说赖清德是一个诚实的人 自由时报今天那页也同一个专访当中 有蔡英文总统提到了柯文哲 那么两度礼让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蔡英文说柯P必须要再确认一下台湾的价值 好在政治方面焦点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 就是昨天陈局去见了苏贞昌 那么希望劝进他来选新北 且苏贞昌呢他有点松口 他就说也不能够放着不管 今天自由时报就把这个新闻做到了头版头条的位置当中 翻到联合报那页A2版面这个局苏贞昌松口 而苏贞昌又说过半的新北议员会拱游席昆了 这可能是他心里面现在的小小的一个疑虑 而党中央呢也赶快的到地方去沟通跟灭火 面对地方的立拱游席昌呢 频频的说啊拍死了拍死了啊 那么似乎游席昌没有什么意在战了吗 现在苏贞昌的态势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至于党内有其他的杂音哦 高志鹏说如果新北选输的话呢 党主席应该要请辞这个说法 陈菊昨天说不应该散布这种失败主义 联合报今天的新闻幕后分析说 这是苏贞昌的最后一役 开启新局的关键一战 到底现在该从什么角度来看呢 其实苏贞昌呢有他的挑战 也有他的这个利机啊 但苏贞昌的挑战包括他的年纪 所以外界觉得说苏贞昌的参选 是替自己的女儿立委苏巧会来铺路 不过客观的事实是呢 参选并不是苏贞昌求来的 他是为党承担重批战袍的重任呢 打赢了民进党才有机会 重新在新北市扎根 为下一代的储备人才的机会 如果自己不能够出现的话 只要是能够守住新北的票源跟气势 其实苏贞昌也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今天在联合报内夜的一个分析 好中文时报今天在头版二题 提到今天的一个新闻焦点 就是博敖论坛当中的消息会今天登场 而大陆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呢 他昨天与带玄机的说消息会会有好消息 消息会今天登场消前副总统 他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的这个名义呢 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进行个会晤 双方预料将会针对会台三十一项措施等 两岸交流的议题进行对谈 今天下午六点钟会有个记者会 另外呢明天上午会出席两岸企业家的原装会议之后呢 肖文长也会在随后的午宴跟大陆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进行会面 这次的消息会会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呢 今天在中国时报 头版二题当中提醒大家来关注 最后时报头版二题说 十年以上的老车要注意了 乌贼车不改善的话恐怕会被调罩 今天苹果日报那页当中其实也提醒说 这百万的乌贼机车最重是吊销牌照 另外空无法出审 以后二行乘车将进入一些 禁止进入一些空品区一些地方 县市他们可以做出他们的特殊规定 好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当中还有这个消息 很多的父母亲都注意到胖小孩暴增 亚太地区17年来着胖孩子多了38% 从2000年到2016年之间呢 五岁以下的过胖儿童的数量增加38% 亚太地区的肥胖成长率是远高于其他的许多国家 联合国的这份统计说呢 因为呢在这样的过胖人数太多的情况之下 因为交通基础建设不好 城市人口常常花好几个小时时间通行 回家之后没时间做饭就选择外食 这也使得加工食品摄取量增加 这些食品往往脂肪糖跟盐的含量都会比较高 另外也发现说亚太地区民众的饮食普遍缺少蔬果 食物以米饭为主像米饭大概就占了七成五成左右啊 台湾的中小学生来说肥胖率将近有三成 这个胖小子的问题呢 今天自由时报做到头版关注 在苹果日报那页当中也提到这个消息 说着增幅太快 其实是个健康危机 小时候胖长大 其实也容易胖 好在中国时报间内也有小鹰拍板 两公式星期四在院会当中会协商军人年改的部分 现在传出楼地板将是38,990块钱 其他在财经新闻方面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当冲降税再延44个月 立法院出审通过到2021年底税率减半 维持千分之1.5这扩大自营商试用 好工商时报间做到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间头版也有这个消息了 另外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说 比特币的挖矿效应 三月份出口创新高 金额充300亿美元年总16% 另外台币爆量贬叹叹了最近这几个月来的一个低点 台币最近出现了一个贬值的情况 中文时报的财经新闻说 这立委爆料说有五大承销商接获了 大概有三到五家的公司询问 为什么呢要前进大陆A股 所以台股爆下市潮骂 听起来非常的惊恐 在中国时报的财经新闻 雷尔报今天那夜有武清迁移到印尼的这个案子破局了 中邮宣布终止 新南向指标现在是煞鱼而归 旺报的头版头条提到了 川普促谈大陆很打脸 美国是先硬后软 但是大陆呢 现在说他们不接受边打边谈 好 苹果日报今天的头版是卖大股详评 那么大股详评呢 他这个在大联盟的顺丰市引起的关注 今天是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 同样在苹果头版我们还看到了王建民的照片 为什么会有王建民呢 因为呢大股详评他昨天创下了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 而这六点一局的完全比赛值追王建民当初的好表现 那么王建民也让很多的这台湾的球迷朋友想起了当初随着王建民投一 休斯这样的一个官赛的日子 自由时报今天在运动新闻说了大股七局封锁 收服了大联盟 今天在报纸内当中其实有蛮多跟大股详评有关的报道啊 那么他在这个新闻的热头上面 一场球赛就发出了200张的记者证 的确是相当的夯 好今天在其他的新闻方面呢 包括了在自由时报的头版看到这么多的洋葱啊 洋葱盛产的关系有500万颗随泥采 这是在当地啊 在彰化这边有开放深港跟大城这两地的民众 免费来减取总共有1200多公顿的小颗洋葱啊 那么这个洋葱的价格 因为现在市场上是供过于求的关系 所以大家很开心的可以减些洋葱回去吃 苹果日报今天内夜有首例政府主导的公办都庚 斯文里一瓶换一瓶下个月开拆 40年的住户难割舍他们含泪打包 好天气方面 苹果日报说今天炎热大概有28度甚至到30度啊 记得多防晒补充水分 而在星期天的时候呢 低温又会下探到17度会有一些变化 联邦报今天在头版二题当中有年轻型的失智症 台湾大概有一万两千人左右啊 那么这种年轻人的失智症比老人的失智症看起来是更不容易被察觉 而且比老人型的失智症 来说他们是相当有活力的 可能年纪轻轻四五十岁的时候呢 就被当成是忧郁症或造症 那么家人以为是怎么变得情绪暴躁 但是这可能是年轻型的失智症 不能够轻忽 今天在联合报的提醒 好在苹果日报今天谈到了夹娃娃机最近太转了 新闻也屡屡的报道 所以国税局现在盯上了夹娃娃机的这个行业 同样在苹果日报提到的老夫妻相伴了73年 在加拿大的这对90多岁的老夫妻呢 他们选择同年同月同日来安乐死 另外如果你的个资遭到滥用的话 脸书说这个星期他会开始通知大家 自由时报有Google搜集儿哨资料 大赚广告财的消息 另外脸书的泄露的个资 说着资料可能是放在俄罗斯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中广主播张庆林 谢谢您的收听 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